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男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我们接着来说台海的这边的情势 今天呢 4月1号 我们大陆啊 又有这个民用无人机 飞到台湾金门的所谓二南岛 去拍摄了我们优秀的 经受住美军绿色贝雷帽训练的台军的精神面貌 这个精神面貌其实跟我们之前想的是一模一样的 跟前两天去飞过去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就是精神面貌非常差 然后整个营区都是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 那么老编也说过了 这个地方呢 他大概就是要放弃的 他们其实很明确 也知道金门是守不住的 但是他们对金门和马祖这两个地方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你是守不住的 你们都是炮灰 我个人感觉 这两个地盘也是国民党的地盘 在民进党当局的心里面 这两个地方的人死了也就死了 而且应该会把那些在部队里面不怎么好 不怎么听话 或者说出身国民党的蓝区的这些士兵 给他安排的这些地方去当兵去 到时候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很明确 那就是当炮灰 还有一个 金门跟马祖能够发射多少火炮 能打到大陆去 给大陆造成多少损害的 就造成多少损害 能炸死几个是几个 能炸回几栋楼就炸回几栋楼 这是他们这种想法 非常邪恶 所以说在这里你觉得他能够有什么很好的战备情况吗 当然我说过 飞个无人机过去 我们也不会说像这个射精一样达到了高潮 或者说女同志进行了这个潮喷 或者说也达到了这个声音里和心里A点和G点的这个高潮 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的 因为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了 但是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台湾有绿色贝雷帽来训练 那又怎么样呢 还不是那这么的费拉 这么的拉胯 他们所谓天天在教下来说 所谓的战争准备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他们会说 禁门是禁门 本岛是本岛 我们本岛你看我们有宪兵队在台北又扩招了 五千人翻到一万了 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赶死队 然后现在又这个说了一个新闻 我来看一下 绿扁帽协训多年 海龙蛙兵进驻淡水河口 汉光四十号演习首都播放 美国军事新闻网曾报道 美国绿扁帽部队 军事顾问进驻到金门和澎湖的陆军两栖指挥中心 定期与台湾的金绿部队进行战训 那么金锐部队是不是藏在这个澎湖 因为在金门我们拍到的好像没有拍到金锐部队 那这个金锐部队到底在哪里呢 是不是在澎湖 也许澎湖有金锐部队 因为澎湖我们无论机还没过去飞 还没过去拍到 澎湖这边的海巡也很投铁 他们敢直接就在现在的两岸情势的背景之下 还敢逮捕中国大陆的渔民 说明背后依托澎湖的金锐部队和律师贝勒帽 作为支撑 把腰杆子给撑直了 对此国防部所谓部长 所谓邱国阵并未否认 本报二年曾独家报道 驻守领导的海龙蛙兵将班师台北束手淡水河及北市连外桥梁 据了解 四月份国军汉光四十号演习电脑兵推演及士兵操演 将会验证此一战略部署 目前相关陆军相关营舍已进行整修整建 准备进驻这支彪汉的特种部队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防务战略专家苏子云 曾指出绿别贸易台湾的专业两栖侦察部队的整合 增加了对该岛对敌人入侵的能力 很多范围涵盖了金门马祖喷户和淡水河口等几个关键地点 那么这篇文章的曝光呢 也是符合老兵之前的这个预测和判断 我说他呢金门跟马祖就是不要了 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那些话 我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篇文我还没看到 我说现在我是老兵做节目是实时给大家点开新闻 给大家来看的 我说我没有什么预览的啊 拿过来实时的进行这个在线的实时的这个思考啊 给大家展现呈现出来 那么所以说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金门马祖就是来跟大陆来就是当自杀式炸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能搞死大陆多少人就搞死多少人 关键他就守守什么淡水河口啊 淡水河口我们很重要的 因为淡水河口直接通到这个台北了嘛 这个地方你你你解放军的这个部队进来的话 啊这些快艇登陆部队从这个河里面进来的话 速度很快直接就能插进这个台北去了 啊所以他在在这个地方呢 所谓的海龙蛙兵在这个地方啊守住啊 所以说呢全部都已经撤回来了啊 澎湖的业绩也已经撤回来了 都守在这个口子这里啊 这个所谓被美国绿扁帽啊 所弄出来这个特种部队 但是老兵也说过了 这个好像才这个我可以 我也可以去到台湾的所谓的国防部长了 为什么 因为守淡水河口 你不能够只依靠特种部队啊 你还要依靠 你都说两栖特种部队 你还要依靠这种啊 强大的这些步兵啊 对吧 探案防守队伍在这个地方啊 进行防守啊 拦截啊 你靠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特种兵特种兵 它是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 比如营救人质啊 暗杀行动啊 包括这个破坏 敌后破坏行动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特种作战 它不是常规作战 你这个淡水河口 这里的守卫 是打的是常规作战 常规战 政地战 打的是这个战 你靠特种部队去打 可能吗 所以说呢 台湾太小了 只要到这边 燃火的大炮一响 那边只能就几个小时 战斗就结束了 这没有什么吹牛逼的成分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好 马英九呢 现在已经来了大陆了 那么老兵也说过 马英九这个东西 已经是一个被 潘金林给堵死的 一个武大郎 已经睡在棺材里边了 现在呢 还要化身为这个僵尸 面色都是发了 这个青面獠牙的这种状态 他带了一张叫马英九的画皮 其实他是一具僵尸 大家知道吧 所以来了这个中央大陆 你觉得他 你看到他来什么深圳啊 看什么大陆的科技展示 好像来拍拍你马屁啊 你看这个我们 中国人牛逼啊 大陆屌啊 你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搞出来了 那个东西搞出来了 大疆公司啊 怎么怎么样啊 你们无人机很厉害 还跑到我们镜面去拍了 怎么怎么样啊 拍拍你马三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呢 这个所谓的海外的这些 我看什么 台外还有什么 跟历史哥也在那吹牛逼啊 这个玩意儿 他妈的在那边讲什么啊 这个喜马慧 喜马慧啊 喜马慧 然后法广也说 哦 法广也说 标题还起的 特别是他们捏坏的啊 这个骚逼似的 但是讲什么 嗯 马英九访路啊 与习近平或 或与习近平啊 见面 或与习近平见面啊 都弄这种大标题 为了流量啊 为了他们吸引眼球 都在这里吹牛逼啊 对吧 所以我说过 台湾人 大部分这个脑壳里面 装的是他们黄色废料啊 他妈的 我有一个啊 认识的一个台湾人 在他们麻将过来打麻将啊 当然老兵不会打麻将 我不会任何赌博 我除了先玩赌球 我有一套 但也是输钱 但是你要打麻将 对吧 你打麻将就打麻将 对吧 啊 那个打麻将里面 有个就两桶嘛 或者叫两饼嘛 啊 那你就两桶嘛 两桶两饼嘛 两饼对吧 那妈比这样 他一拿出来 奶罩 啪 往座上一打 因为他那个 那哪个饼是这样的吗 一饼二饼嘛 一二饼他就是两个圆的嘛 他就说是奶罩 往座上一打 所以你看 这个这种台湾人 他脑子里面 无时不刻的 他打 他那个点那个打火机 点那个香烟 他买那种塑料打火机 还要买那种 就是那种色情的 就是说 呃 这个打火机一摁下去 那个三点式的 那个女郎啊 就是那种图案 一摁下去 就是奶罩跟三脚裤 都这样退下去了 就是露出来 B毛和这个 这个奶奶头啊 就一点就这样下去了 极其极其色 我认识的台湾人 就是没有一个是不色的 就是说 就是我们讲 好色是能吃场景 很正常 对吧 你不好色 不正常 但是在场面上 就是说 无时不刻的脑子里 不是这些猥琐的 黄色的 黄色的这种 就是他们的色 色的一点都没有 什么 风 典雅 风度 啊 对不对 他那个搞的 就是那个很猥琐 就无时不刻脑子里 撞到黄色废料 台军内部也一样呀 今天这个兵打炮了 长官跟什么女兵打炮 女兵跟什么什么打炮了 明天就是什么 在营区里面打麻将 擦麻将 赌博 对吧 啊 干这些事情 所以说 你像他们这样的兵 跟我们来打仗是没有的 啊 所以我说还有一个 这个马英九 马英九我说过 你说他来 是不是跟这个美国 一起什么在台协会 我看到什么在台协会的会长 第五次访问这个什么台湾了 啊 怎么怎么样的 就说在这里不停的 在这里协调嘛 就是你马英九 4月1号 渔人节这条到大陆去啊 因为你要去娱乐 娱乐中国人 渔人节 渔人节嘛 不就是来把中国大陆人当傻逼吗 把中共当傻逼 啊 然后过来来来娱乐你们 11号嘛 就回来了 因为11号嘛 正好按照美国的时间嘛 就是你他回去了以后嘛 这个美国时间嘛 就是要有另外一场重头戏 所谓的美国菲律宾跟日本的 啊 这个铁铁三角啊 这个一条铁链 给我们要 中国要摔一条铁链啊 然后台湾们这两天也很兴奋 菲律宾有什么动静 是因应台湾有势 日本有什么动静 在冲绳什么 哪里 离岛有什么动静 应应台湾有势啊 全世界都在关心我们台湾 都在应应台湾有势 别人打嗝 放屁 吃饭 都是在应应台湾有势 人家他妈打个炮啊 也是在应应台湾有势 人家拉个屎 也是在应应台湾有势 只要是西方的 是杨大人的 是爹的 是妈的 是爷爷的 是奶奶的 都他妈的是 在应应台湾有势 台湾他妈很重要 台湾是世界的中心啊 宇宙的中心啊 韩国人说他们是宇宙的中心 不对的 是台湾是宇宙的中心 因为他们 因为台湾的任何的媒体 我 这是我全世界读 读一份的 就任何别的国家 有个什么样的动作 都是应应台湾有势 他妈的给自己灌 他妈安慰剂 能灌到这个这个地步 打镇镜剂 灌安慰剂 然后老妈给自己吸毒 抽大麻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 我说到美日飞啊 其实让我觉得 也可以蛮可笑的 可笑的点在哪里啊 我想请问啊 大家从去年到今年 到现在这个月份 已经四月份了 今年已经过了 三分之一了 对吧 都已经这个 过了四分之一了 今年都过了四分之一了 我想请问各位 你们有再听到过 美国 日本 印度 和澳大利亚 开的美日印澳四方论坛吗 这个会好像 好像很久没开了吧 在拜登刚上台的时候 这个会一年要开三到四次 或者是 就是国际 除了领导人会晤以外 就是其他的就是 下一面什么房长 什么外长的这种 这种见面会 但你今天 你今天你有听说过吗 或者说去年 从去年中旬 就是去年上半年 到下半年 到今年上半年 你有听说过这个会吗 没有了吧 是不是 已经没有 没有再听说过这个会了 很少听说了 对吧 现在又搞了个 因为印度跟菲律宾 退出了这个机制 为什么啊 虽然说现在还有 偶尔还会开会 但是没意义 为什么 美日印澳的核心 是让印度 在中印边境那边 跟中国来发生武装冲突 然后他们来支持 这个印度 是要玩这么一件事情 但印度它也不是傻逼 印度呢 它是有个什么特点呢 你美国叫我做事啊 啊 就是说谁是老大 我才我才是你美国的老大 你叫我做事啊 啊 我干英中国 还要你美国的力量 你美国算了几啊 啊 我打赢中国他妈的都不光彩 他是这样一种想法 啊 再加上他现在呢 他也玩偷奸耍花 啊 这个啊 就是要八面玲珑 好处全部吃光 啊 所以说他呢 对这个事件 其实啊 也 吃之以鼻 再加上 他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那你澳大利亚 日本跟美国又是反俄的 那印度又不反俄 就是说你这个里面的 俄罗斯跟印度关系 没捋顺的话 他在他说我们不谈 你跟俄罗斯关系 就谈我们一起供奉 对付中国 但是有俄罗斯这个戈登在这里 你怎么去让他跟中国再来干 往前来听从你的 那你本身你是一个不听话的 那澳大利亚很明确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制裁 让澳大利亚都是真崩了 啊 对吧 那阿尔巴尼斯上台 莫里森他妈被彻底推出政坛 这就是很明确很明确的了 那这次中国王毅到澳大利亚去访问 被他们邀请过去访问 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尼斯要到北京去访问 见了习近平 那目的就是那 那现在这个葡萄酒关税马上也解禁了 马上龙虾的关税 这个这种禁令也要被解除了 那他还管个屁啊 那日本 现在他妈 那日本本身就是美国 美国的条狗 那主人刷到哪去 他不就跑哪去吗 那加上一个菲律宾 那现在变成美国日本跟菲律宾这样子来搞了 那美国日本跟菲律宾搞在一起 那菲律宾有多少实力 菲律宾他妈是个半残废 几乎是个残废 中国的军演 说打击战损愚蠢 愚传 那加上第一就是菲律宾的军舰 那在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的眼里面 菲律宾的军舰就是愚传 那你说搞个屁啊 你要有绝对实力啊 没有 那你说他这里阴影台湾有势 怎么来阴影呢 我他妈的 我有点搞不明白 所以美国 拜登到现在上台 搞这个组织 你看那个IPF还搞吗 可能拜登都要下台了 拜登都要被川普给宣传下去了 但IPF搞出来没有 没有吧 对吧 印太经济框架 没有了 没有声音了 还有一个什么跟印度 沙特 阿联酋 什么以色列 大家一起搞的一个中东铁路项目 那这个项目也黄了 世界民主峰会 拜登都不亲自开了 叫布林肯到韩国来走个过场 有哪些国家参会 也没听清楚 是哪些国家在参会 拜登第一届搞了 非为要要的 没能搭理他了 对吧 所以这些政策的失败 就代表了他在这个地区的无能 就像李显龙讲的 你他妈任何世界上面 任何的会议合作 今天的政治合作 军事合作 经济合作 任何的文化合作 没有中国的参与 等于为零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呢 谢谢大家